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教授齐明敏 欢迎大家参加零起点阿拉伯语语音的学习 下面我们开始阿拉伯语语音第十二讲第三课的学习 这一课,我们是对十二讲的前两课学的两个字母进行综合练习 这两个字母发音都比较困难,我们要反复的练习 先是单音和单词一起练 蛇位找好 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 这个单词既有很好的意思,也是一个男士的名字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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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哈肥冻,哈肥冻 嘿,嘿呢,嘿呢 后,后,后吞,后吞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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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来 好来 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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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没有写成这样 但是他大家知道谍音 他是带一个静音的怒你的 所以开口的哈 加上静音的怒就读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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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撒 浑 浑 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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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撒 阿 白豚 撒 阿 发完字母 撒 马上猴头紧张起来 蛇位找好 撒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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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问好里面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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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阿拉伯一个特有的乐器 弹奏的乐器 眼睛 一只眼睛 注意 在这个单词里面 原来读但是由于受后面喉音的影响 所以它也张开一些发成 这组练习是过去式动词的十四个人称变化 阿拉伯语的动词无论是过去式动词还是现在式动词都分别有十四个人称变化 哪十四个呢 阳性第三人称单数 他 双数 他俩 复数 他们 阴性第三人称单数 女字旁的他 他俩 他们 阳性第二人称单数 你 你 你俩 你们 阴性第二人称单数 女字旁的你 你俩 你们 第一人称单数 我 复数 我们 第一人称没有双数 我们 十四个 所以我们就练练 其实掌握了一个动词的十四个人称变化 就可以解决所有动词过去时的人称变化 这从原则上是这样的 当然有些词它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变化 我们会不断的积累 好 我们先从这边开始 这个动词是出席 基本意思是出席 到现场 哈到了 哈到了 这应该说是这个动词最基本的一个形态 三个字母 三个单音 三个短音 哈到了 双数 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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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 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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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数 第三人称 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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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ngkin 哈到了 겼 第二人称 恨戀愛 第一人称 我把它从头读到字类 我们也有一种方法来记忆这样14个人生变化 我们张开一个手掌 大家看每一个指关节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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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我们的一个手掌正好有14个指关节 所以用这个来记忆是比较简便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就不看屏幕 我们来看我们的手掌 看我的手掌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第二人称中两个双树是一样的 阳性双树 阴性双树也是 所以其实我们只记忆13个人称变化 就是过去时 过去时我们只记忆13个人称变化 我们再来一遍 我们再来一遍 用手指来一遍 大家如果把这个背熟 这就像在记一首歌的时候 记它的谱子 记它的节奏 记它的音调一样 我们把这几个变位 后面的人称变位 记熟了以后 前面换上任何一个动词 我们都可以熟练的把它变位出来 这就是刚才我们学的 Header这个动词的 现在是人称变化 也一样按照顺序 第三人称阳性单双复数 第三人称阴性单双复数 第二人称阳性单双复数 第二人称阴性单双复数 第一人称单数复数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变的 大家可能发现 阴性第三人称单数 阳性第二人称单数一样 这就成了13个人称变化 我们还发现 阴性第二人称阳性 和阴性的双数也一样 那么又减一个12个人称变化 所以在我们记忆 现在是动词的时候 比记忆过去是动词又少一个 实际上是12个人称变化 那么我们同样用手指来 练习的时候也可以 大家再跟我念一念 这一课我们学习以下单词 有事吗 有何贵干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简短的疑问句 有事吗 有何贵干 或者读全是 我们有些字母还没有学到 所以我们不用细究 大家先模仿 或者 就是有事吗 有何贵干 没什么 没什么事 这个我们都学过 我向您问好 这是个动词句了 不是单词了 我向您问好 是个动词句 这个动词是 我们以前学的所有的对话里面 没有出现过动词 第一次出现动词 我向您问好 细心的同学可能能发现 这跟你好这个问话里面 有同源的关系 我向您问好 从形态上看 可以发现 这是一个 现在是第一人称单数动词 现在是动词 第一人称单数 大家可以积累 仅仅只是 仅仅只是 再见 而音 这个t可以不发音 这一刻的对话 是在两位男士之间进行的 这边男士问 马基德老师 马基德教授 我们刚学过 隔下您 如果我们美音读境符的话 就是 连读的话 这也不读 连读的话 分开读 他回答说 他说 或者就是 指在 alustad hottie majid 我就是 那记得 他反问他 闲读 这个 後边有一个口音 所以要闲读 您是哪位呀 隔下您是哪位呀 他说 我叫Fuad 我叫Fuad 一个新生 这个系 不发音 在句位不发音 老师看见学生 问他 马基德老师知道对方是学生 于是向他问号 你好 找我有事吗 有何贵干 Fuad跟他说 没什么 全读出来是 如果这个还没在禁服的话 我们刚说了动词 紧紧紧是向您问声号 老师说 谢谢你 再见 Fuad Fuad也对老师说 Maa salam 再见 Maa salam 我们再来一遍 La shay U salimu alaykum faqat La shay U salimu alaykum faqat Shukran Maa salam Maa salam 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Maa salimu alaykum faqat